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 和亲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政治外交手段 一般来说 和亲通常是两个国家或者两个民族之间 通过联姻的方式 辟结友好关系 维护国家或民族稳定 然而 国家的生死存亡 真的能够依靠一段婚姻关系决定吗 著名的昭君出赛 王昭君牺牲了一生的幸福 换来的也不过是几十年的安定 在他去世之前 匈奴就已经再次蠢蠢欲动 纵观历史 和亲这个说法是从汉代才兴起的 当时的和亲主要是大汉与异族之间 之后的历代王朝 也将和亲的习俗延续下去 但是事实上 虽然更早的时候没有和亲这个说法 这种行为却是早就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 就有一位和亲公主 因为太过美貌 日日被重新 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 这也是我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死在床榻上的公主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读者刚才说了 和亲的说法是在汉代才开始流行的 但是这种行为 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 就比如 人人皆知的秦晋之好 这个典故 这个成语 描述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秦国和晋国的一场联姻 在春秋时期 周朝天下被分为无数的诸侯国 中央对这一些国家 并不具有绝对的掌控权 所以各个国家之间 为了地盘 为了利益 总是不停地发动战争 一些国家因为战争变得越发强大 相应的 便有一些国家变得日益衰弱 这些衰弱的国家之中 就包括齐国 而齐晋之间和亲的两个主角 就是齐景宫和他的女儿 齐景宫年少登基 在位整整58年 是整个中国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 虽然历史的记载中 晋平宫和齐景宫 包括和亲的公主 都是生年不详 但是 根据常理推断 晋平宫的年纪 应该是比齐景宫还要大的 因为 晋平宫继位的时候 齐国的国主 还是齐景宫的父亲齐灵宫 换而言之 齐国这位悲惨的公主 和亲的对象 是个比自己父亲年纪 还要大的人 齐国和晋国之间的关系 始终不算友好 晋国曾经发兵攻打了齐国 之后几年 齐灵宫再不敢 触晋国眉头 后来 齐灵宫的儿子 齐庄公继位 对晋国贼心不死 反被晋平宫 收拾得服服帖帖 而齐国外患还没解决 就又起了内忧 齐庄公因为和臣子的妻子 私通而丢了小命 齐景宫才得以上位 代替哥哥成了齐国的新国主 虽然齐庄公因为自己作死 让齐景宫顺利上位了 但是 齐景宫继位之后的掌权之路 却并不那么顺利 当时 齐国上层阶级之间的内乱 非常严重 宫卿贵族之间争斗不断 齐景宫想要解决 也是有心无力 齐国的上层贵族之间 崔氏 庆氏 田氏 豹氏 等六方势力 经过多番角逐厮杀 经历了三次以上的政权更迭 最终 四大士族 在这场政权角逐中败亡 只剩下田氏 豹氏两大士族 田氏率先向齐景宫 表示了忠心 将土地财产上缴 最终在齐国站稳了脚跟 而剩下两大士族内乱 也无法继续 齐国终于暂时稳定 齐景宫 这才算是初步稳定政权 而在内乱持续那段时间里 齐景宫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坐以待毙 他需要增强自己的势力 但是几大士族 斗得正厉害 谁都不好拉拢 于是 齐景宫就想出了 向其他国家寻求仪仗的策略 而达成这个目的的方式 就是和亲 对象是当时的霸主 国晋国 齐景宫只有一个女儿 叫做少江 其实少江不是这位女子的名字 只是齐景宫 将其以货物的方式 贡献给晋平宫时 取的一个代号 关于这个代号 大概因为她是齐景宫的小女儿 而齐国的国姓为江 故而有了少江之称 在历史上 关于少江的描述不多 基本上就是一句少江年幼 那个时代 女子十四十五岁结婚的大有人在 能被称作年幼的话 少江的年龄 很可能还不到十四岁 基本上在十岁左右 而晋平宫这时候 已经继位多年 按照推算她的年龄 做少江的爷爷 其实也不为过 虽然少江年龄很小 但是齐景宫只有这一个女儿 那个时候的和亲 也还没研究出 让宫女代替这种取巧的方式 所以 年幼的少江 还是背负起了和亲的重任 年仅十岁 就离开了故国 去侍奉一个 可以做自己爷爷的君主 少江内心的痛苦和恐惧 可想而知 不过 少江此时虽然年龄小 但是想必应该是个美人 据说 晋平宫对少江非常喜爱 夜夜宠幸 而且 根据后来少江去了晋国 晋平宫没有发难齐国可以推断 少江的容貌应该不差 然而不到三个月 少江就去世了 而死因历史上并没有记载 不过在野史中 倒是描述少江是因宠而失 除此之外 在民间关于少江的死因 还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有人认为 其实少江很可能在到达晋国之前 身体已经不太好了 因为当时的齐国 到晋国距离非常远 相当于现在山东到山西 而那时候唯一的长途代步工具 就是马车 大约需要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才能到达 旅途奔波 行路条件又艰难 少江年龄也很小 放在现在正是成长期 很可能啊 因为赶路过程太过艰难 留下了病根 而到达晋国之后 少江又要被晋平公宠幸 即便他身体健康 也不过是个不到14岁的小孩子 根本难以承受 关于晋平公历史上曾经着重描写过 他是出了名的好色 早在和少江联姻之前 晋平公就已经被大幅告诫 纵欲过度 需要克制 然而 晋平公并没有在意 依旧沉溺于声色 同时 晋平公又对这位美名远洋的公主垂涎已久 少江公主刚刚到达晋国 他就迫不及待地举行了婚礼 并宠幸了这位倒霉的公主 少江以美貌而闻名 晋平公自然是欣喜若狂 在古代 君王的宠幸对于女人来说 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但少江的身体状况 显然无法承受晋平公的宠爱 婚后不到三个月 这位身心都饱受摧残的公主 就重病不起 可就算是这样 晋平公也没有停止对他宠幸 少江依旧要日夜成宠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年仅十岁的少江公主 终于承受不了这样的摧残 凋零在异国的宫廷之中 而关于少江的死因 还有一种没有根据 只是猜测的说法 有人认为少江是死于后宫斗争 因为当时少江 虽然是齐国的核心公主 但是 在晋国的地位并不算高 只能算是晋平公的小妾 而晋平公后宫 有非常多的妻妾 少江地位不高 又独得圣宠 自然会成为后宫妻妾 尤其是正牌王后的眼中钉 关于少江的历史记录 是非常少的 史书中仅仅只是一笔带过 他的死因 目前也无法有人 能够给出准确的答案 但是 即便我们无法确定 少江是因何而死 但有一件事是非常确定的 那就是少江成为一件 悲惨的政治牺牲品 更可悲的是 齐景公对于女儿的死 也并不关心 他关心的 只有与晋国的关系 在少江死后不到一年 齐景公就又往晋国 送了一位贵族女子 达成了第二次联姻 至于少江死后 鲁昭公曾经去进行调研 当时 鲁昭公已经到了黄河边了 晋平公专门派人 告诉鲁昭公说 少江不是他正式的妻子 不用调研 否则就是侮辱 少江的死 和一个平民女子的离世无异 晋国没有伤悲 齐国也没有流泪 古时候的公主们 是平民百姓羡慕的对象 仿佛他们生下来 就享受着万千荣宠 然而 在这忠贵的身份背后 其实也有沉重如山的责任 即便不需要与他国和亲 也照样会被当作政治工具 被皇帝用来牵制朝中势力 他们的婚姻 幸福自由 从来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荣耀的身份 对他们而言 也不知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